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菜鸟秒学会 本期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PR来制作多机位视频 首先我们打开PR,导入四段视频素材 然后我们框选这四段视频 然后单击右键,找到线套 我们单击线套,单击确定 好,下面我们单击线套,单击右键 找到多机位,点击启用 然后我们将这个线套切割成四段 好,现在我们这个线套当中的四段视频每一段都有四个机位 好,现在我们的多机位视频已经设置完成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切换机位 也就是说按键盘上的一二三四键来进行切换机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将时间线移到第一段视频 然后按键盘上的一键可以切换到第一段 二键就切换到第二个视频 按三就是切换到第三个,按四就是切换到第四个 现在我们将第一段切换成第一号机位 第二段切换成二号机 第三段切换成三号机位 第四段切换成四号机位 下面我们重新播放一下 我们也可以在播放的过程当中自己随意的切换机位 好,这样一个多机位的视频就制作完成了 也就是说我们开启多机位的时候 我们的四段视频就可以通过一二三四键来进行切换机位了 好,下面做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打开TR导入四段视频素材 然后我们全选这四段视频素材单击右键进行嵌套 然后我们右键单击这个嵌套选择多机位 点击启用 然后我们将这个嵌套切割成四段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键盘上的1234键来对每一段视频进行机位的切换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藏加关注 下期再见